包括像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事务性的事情 你想传达在里面什么东西呢 我第二年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希望金马奖 每一年都要期半参加 我说因为你们的伴侣 其实真的是长期都见不到你 在你们成功的那一天 你来的时候是跟你分享 你自己的一种荣耀 那我说我希望你可以期半参加 所以终于有人看到 侯孝敬的太太长什么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真的带自己的伴侣来 我觉得他们都是蛮开心的 当然这就是从我女人的角度 女人是对的 女人就会这样想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对爱情的看法 跟以前会差别很大吗 十年前二十年前 会更怀念那种人烧的感觉吗 还好呀 你这样讲起来还好笑 我们上个礼拜才一起吃饭 还讲起我们当初一起合作 因为当年他们还是在电视台做导播的事 上个电台吧 他那个时候他们是新浪潮导演 对对对 那我拍完《山中传奇》回来以后 就跟《山中传奇》那几个老板 就变成哥们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组个公司 就叫比刀公司 然后我们要拍一些好东西 我们就说我们要找新浪潮的导演 我们就选了《玄华》 然后那时候不敢跟他讲 说我也是老板之一 就去拍《风节》 然后他要拍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大家都觉得 好好好 因为你只要碰到新浪潮 年轻的都会讲 说你要做什么 好好好 然后就去拍 据他那人跟我讲 他说其实他那个时候脾气很坏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心 我说是吗 我也没有觉得你脾气很坏 我说他有忘了 没有很容易忘了 所以忘记了 那当时他的什么东西吸引你呢 你觉得他 我只能讲 就是说从一个浪漫的世界 走向了一个实在 真实的一个所谓的现实的世界 那两个有关系 比如那也很有趣 比如说香港的新浪潮这批徐安华 包括谭嘉明这批人开始起来 台湾是侯孝贤 然后尝尝他们这批 台湾起的比较厚 八十年代 可能是吧 那是因为我回去 从跟玄华他们合作完以后 我回到台湾 其实那时候新浪潮已经开始慢慢起来 侯孝贤啊 陈坤后 陈坤后 他们那批最先开始的 当他们开始 小屁的故事 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电视节目 叫十一个女人 正好就是里面就是 我想就用了一本书 就十一个台湾的故事讲女人的 那我就用每个故事 来找了台湾所有独立的导演 所谓独立导演就是说 要不然他们以前是副导演 做了很久以前有副导演 很想做导演 可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拿过精髓奖 从外国回来的一些新导演 还没有什么机会的 那里面就包括 柯一正啊 杨德昌啊 好几个年轻的导演 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拍十一个女 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全盛 最温暖 大结合的这个时期 大家都是真的是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 一年多十年都常常在一起 嗯 然后慢慢大家再开始闹翻 嗯 这个黄金时代持续多久 嗯 大概 我想大概应该个两三年 那多美好 嗯 嗯 太有意思了 这很好玩 那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离开心意城的时候 嗯 我曾经讲过 自己讲过一句话 嗯 我说我很希望这份友情 嗯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嗯 可是我会担忧 嗯 所以我想我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 嗯 刚才你说你特别 就是着迷那种身边 包括那种爱情的东西 彼此的情感的东西 这是是这些情感中的 哪些部分让你更为着迷 嗯 应该是温暖吧 温暖 是温暖 对 但以前会这么想吗 二十年前会是觉得是温暖吗 我我年轻的时候 我我自己知道自己 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的感情 嗯 很想爆发 嗯 体内真气十足我就往外面 是我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我不太敢讲 因为我觉得人家会觉得我神经病 嗯 所以我 有谁有什么东西我就很想帮他们 我就很想说 这个人 这个人好棒 好帮你 好帮你 好帮 就是 就是有那个充满了就是觉得说 因为我很喜欢看到 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能够把他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一方面 我就觉得自己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那慢慢慢慢的 我就发现有的社会自己会失望 嗯 就是发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并不只是一厢情愿 嗯 你知道 那人家有的时候会觉得 哎 你这女人好情 那人 太自作多情了吧 或者是 哦 用完了也就算了 或者跟你翻脸了就就就就不认了 就就有很多东西会让你自己觉得 有点过不去 嗯 后来我就在二十多年前 我就开始转移做 就所谓的慈善工作 嗯 我就开始跟一个慈善团体出去到非洲啊 到各个的国家出去做这些慈善工作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做这些东西 我反而觉得这样做 我把那个释放出来很多 那我反而对帮助别人的东西呢 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失望 释放给一个更抽象遥远的对象 而且我觉得那些东西是 嗯 是有得到 嗯 一些他们该得到的帮助 那我并没有要求回馈嘛 因为在那地方我并没有要求回馈 你知道 所以以前可能就是因为 那时候会觉得hurtful吗 被 会 会 一定会 那现在我就不太会觉得hurtful 嗯 因为我失望了 所以 所以whatever我现在决定我要去帮助的 我觉得 我就是帮助 我没有在想别的 或者我会先讲好 嗯 比如我就跟毕干讲 我说毕干 我是来帮你 不是我不要讲帮你 我说我答应来拍这个戏 我说可是你不准把我的戏剪掉 嗯 嗯 然后 这样就我不会把你的戏剪掉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剪 嗯 嗯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么多的能量 怎么 是不是也特别容易陷入爱情 很 你是很容易陷入爱情的吧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嗯 嗯 你不要讲得我好像很没选择的样子 没有 那这是能力啊 现在的爱情是个巨大的能力啊 而且是一种特别大的勇敢和能力啊 哦 那勇气我当然十足了 就是我常常都讲自己常常一身的伤 然后哎 又出气 嗯 嗯 对啊 那当然是有了 嗯 特别了不起 特别了不起 然后但是很吸引你的 我一直很喜欢写喜剧 而且年轻时候演了很多啊 对对 所以我写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快乐 嗯 那我觉得那种快乐带给我自己很多的能量 嗯 那可是我现在要写的自己的一个剧本呢 嗯 完全不思考 我在写空军 嗯 那是跟那个情节有关系吗 是跟我父亲有关系 我父亲那个年代人吧 年代的人有关系 我觉得好几个人跟我说啊 这是二十世纪中最 handsome的一代人 嗯 最吸引的部分是什么呢 除了加勒的原因 是他们的就是夭折的青春 未遂的抱负 还是是什么样的 其实他们有点悲剧性的 他们那个群体 是非常非常悲剧性 对他们最优秀的一群人才 但是没有展现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视为一个问题 嗯 值得吗 嗯 是一个问题 嗯 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什么答案 嗯 我们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一腔热血 嗯 是为了什么 嗯 我们也没有说在 我们不是在 不是在批判什么 只是问说 嗯 有一天 我们大家坐在那边 讲说 我们二十多岁怎么样 我们二十多岁怎么样 他二十多岁怎么样 有几个孩子 我妈突然讲一句话 我二十多岁已经做寡妇了 嗯 你知道 大家一下子全部都无语 你知道 当然他讲得很轻妙淡写 就很那种 是你知道 那他当然过了那么多年 他这样讲得很轻妙的 可是你想想看 真的是很sad 你知道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嗯 而且你真的想想 他们真正跟 你就算好 你二十岁嫁给这个人 嗯 你可能二十五岁 二十六岁 你就是寡妇了 嗯 那这个五年当中 他常常都是在 在外面飞的 嗯 所以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只有五六年而已 嗯 有的人就一辈子熟 嗯 那有的人当然是再婚 可是他们的爱情 就是这么短暂 嗯 你知道多天很有趣的 我们小朋友问我 哎 你觉得张好姐像什么歌啊 我就突然想起 那个Johnny Michelle唱那个 I'm a radio You turn me out 哦 真的吗 嗯 就蛮好奇 比如说你出道 从演戏到 做各种事情唱歌 但是没有那种 更强烈的 或者某种偏执的愿望 我一定要唱成那样 这种冲动 不是冲动 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能不能唱什么样子 不如我想唱成那样 你唱什么样子 我想并且领你脸也变不成 包括做这样 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怎么感觉这些年轻导演 比如现在你是一个 比他们更资深嘛 年轻长的 只是没有老导演了 老导演 我已经算是老导演了 老导演出胡销前 跟我说老导演 他没别人了 还是有了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这代人在舞台上时间太长 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家 着迷世界的复杂性 与个体之力量 我对技术 速度 与娱乐驱动的时代 持有怀疑 我像个笨拙的发问者 好奇他人的观念与经验 我不喜欢模糊的立场 却也怀疑过分确定的答案 我期待自己是个游荡者 不断拓展知识与情感的边界 我也好奇在时代浪潮之中 一些崭新的创造力 想象力正在被遇运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与期待 再次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着好香啊 我昨天碰到田壮壮 在哪儿叫他 在我的书店 问了一下你们 那个时候笑死了 你天天得喝酒 在北京啊 对啊 在北京 您在北京过来是吗 对啊 对啊 真不好意思 我们有咖啡喝吗 有 一定有吧 有 你要不要吃早点 有吗 有什么吃的 他旁边还蛮多的 你跟他讲 你说我平常在这边 常吃的那个 海门鸡蛋糕 给我们两份好不好 好 我几个月前 你看半年前吗 建立了一次 张北海 你都认得 对 你跟他们都熟啊 张晏好可爱啊 我们坐在一起 然后喝酒嘛 对 他喜欢喝威士忌的 对 放一杯冰川 他太累了 他记忆力太好了 这种写东西的人 一定要记忆力 我记忆力太坏 因为我喜欢东西太多了 就太杂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像我叔叔那样写东西 朝勤暮处的人 就像我叔叔常讲 说我们家喝酒的 有有有有 张北海啊 有张海家都是 我叔叔说他哪叫喝酒 他就叫乱喝 那我就跟我说 那我是被乱写 乱拍 乱拍 糟糕了 我就问张先生 我说你那个样子 是不是 那些都说你们 都是受当时James Dean的影响 那样酷酷 我说是啊 他年轻算帅 是啊 老的也很有风度 很有魅力的 其实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 五四二年代 是一次Golden Age 我觉得台湾的七十年代 我们真的是出了一批 不管音乐啊 不管电影啊 就真的是一个非常 让幸运的一个年代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 挺理想主义的 这种理想主义青年那种 我还是也蛮理想主义的 你当然了 你当然了 而且是那种 其实挺接五四的传统的 五四那个理想 然后慢慢在台湾留下来 真的 真要命 老了 就唱歌也呢 那个时候你的电影 可以说你受这些影响 唱歌也你受什么影响 最早期我一定是唱英文歌 我最早全部唱的是Folks 什么John Bias啊 Johnny Mitchell啊 Bob Dylan啊 这一批人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后来再听Beatles 这英文歌一直是蛮蛮影响我的 那走进台湾的歌坛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格格孤独的 我在早期的时候 哇整个是痛苦非凡 每次叫我唱中文歌 我就是不会唱 我就是唱得很辛苦 不想为什么就是非常辛苦 知道我听到罗大悠的歌 他是天才 我们上个月在北宫见他 那不是初心端集吗 对 那天才他是 我第一次听到是刘文正给我听的 因为我们要拍《闪亮的日子》 刘文正拿了罗大悠的一卷 他做了一些早期的歌 会很很好很好听 里面有童年 有木桶 有光阴的故事 有几首人 他第一次给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有点傻著 因为真的是太接地气了 非常非常好听 我现在都还有时候还在唱 你觉得他人是什么第一印象 听到歌 然后见到这个活生生的人 那时候他是一个医生 非常绵蕾 你相信吗 相信 他其实挺害羞的 现在 现在不好 现在没事 没有了吧 那时候可以想象 还有很多自我挣扎的 自我挣扎的还没有 非常远一点 可是 可是他 谢谢啊 我觉得他的内心跟他的外在 有的时候是两回事 现在他的内心跟他的外在 可能结合了 对 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夸人 好恶毒的 没有 那你说的 我不知道 他都是又骂我 no comment 没有 因为他自己是往这条路走 对 所以并不是我说他 对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 天分的人 那时候你的内心 和你的外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内心跟我的外在 一直很有冲突 就没变过 或者说冲突什么时候最猛烈呢 最波涛汹涌 我说 会不会觉得自己青年时代是一个成长高速膨胀的时候 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时候 速度 我还好 不觉得 我并没有很急 我没有说我很急的要成名 或者我很急的 我都没有 我都让它自然发声 比如说 你看你小时候听 Johnny Michelle Bob Dylan这些 你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这样 Iconic figure 这样的一个愿望呢 没有耶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蛮好奇 比如说你出道 从演戏到做各种事情唱歌 但是比如在演戏里面 可能像林青霞他们好像就更像一个icon 唱歌 或许叶切文他们更像一个icon 你跟他们每一代人都在一起 但是只有你在一直往下走下去 然后他们可能就停在某个icon的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双刃街 icon又非常有吸引力 它会定在这个地方 但同时它的有法案来可能有新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纠结过吗 或者想过吗 比如说以前我看到青霞 我就说 哇青霞 明显 当然 我自己都 因为我老觉得自己像个工作人员 就是你也不期待那样的东西 我没有期不期待 我就觉得很自然 嗯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确实是很早就是明星那个行列 或者说 就在每个里面唱歌也好 都是可能会推到那个位置的 或者说什么一妨碍它呢 或许我真的是喜欢幕后多过目前大概 嗯 那个对我的就是吸引力 那个长期的吸引力是多过于目前 但是没有那种更强烈的 或者某种偏执的愿望 我一定要唱成那样 Detrarch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冲动 不是冲动 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唱什么样子 我想变成零一连也变不成 所以这个还是要 就很早意识到自己的某种局限性 就知道自己 嗯 你说 比如说我唱爱的代价 我也没有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多了不起的hits 然后大家说好喜欢爱的 哦 然后现在是每到一到卡拉OK 我就说你不要再叫我唱爱的代价 就是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哇那个东西就背了一辈子 我就说背了背了背 你知道吗 所以我 特别怕自己被定格在什么东西上 嗯 我蛮蛮蛮蛮不想局限的 包括做像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事务性的事情 你想传达在里面什么东西呢 其实金马奖我都觉得好笑 因为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每次就是侯孝贤 嗯 接下来就是我 嗯 我是接棒了 嗯 以前台北电影节 他离开了 就说张爱佳 我就去接棒了 然后金马奖 他要离开了 张爱佳 我就去接棒了 所以每天我就在那边 你说这个侯孝贤传到张爱佳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这代人在舞台上时间太长了 不会 你也就是我该下台了 因为就是这代台湾人 就成了特别厉害的文化英雄 他们很长时段活跃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那批话剧导演 还是那批唱歌的 就被经典化 下面反而好像缺乏这样的机会 就这样的这种东西 不会吧 就是说被经典化的机会 不太可能了嘛 是吗 你觉得吗 我觉得还是会 慢慢的一定会有些人 还是会被经典化的 慢慢的这些人 或者说正好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创造力 特别的 对 比如说这种整体感 集体感的这种亮相的方式 对 觬型的声音 太长了 比较纤車 每周也有遇到 在一个位置 会比较纤非常感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每次我看那些反应你说去美国读书 但你从来没过具体的时候在纽约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Riverdale 其实那段日子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成长出来 然后突然间就砰 就什么都破开了 然后就是你去看吧 你去认识吧 那时候这是六几年 那就是六 我六九年 回来 对 我应该是六九年回来 六六年到六九年 那这是美国最热闹的时候 然后才能到Central Park去 Flower Power 我在Burkway在里面 还有这个移风的 因为年轻人是可以这样改变世界的 很神的 可是我真的认为现在的年纪 改变世界已经变成口套 是啊 人家Slogan 对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继续戴下去 嗯 因为交太多男朋友 穿的mini skirt 妈妈太甘心了 威胁我说 嗯 你再这样走我就送你回台湾 嗯 那我应该你送回台湾 嗯 你为了 哈哈哈 现在台北那个小太妹啊 嗯 那种经历最终有影响 有 也是杨德昌拍《孤里面》那种感觉 当然有了 那我后来再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上 嗯 头发很长 然后手上带十个戒指 嗯 完全就hippies 就是完全hippies的那种 就那个firstgump里面 那个Jane那样 哈哈哈 然后突然间 我又把头发起来 很短很短 然后穿个木板拖鞋 这样子走来走去 可是 那你同学开心吗 你来这么就怪了 有啊 喜欢啊 他们都很喜欢我 Fresh air 你想过吗 如果一个在美国会被人选择 嗯 我有想过 嗯 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hippies 嗯 会很长的那段时间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嗯 因为那个太大了 你不可能像在台湾那样 一下子就出来 就 嗯 就被recognize 嗨 嗨 嗨 哪一双 Chuck Taylor 是哪一双的 就是那个双经典的 这双是Jack Hassel 后面一个 后面 后面 这个这个这个 最老的那个 对很老的那个 是 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做主席 所以 converse 特别做了200双 为金马奖做的鞋子 是送给所有被提名的人 因为今年是金马奖54年 所以我就写了金马54 然后呢 在我们鞋的back上面 要我写两句话 我就写了 我才不过是64 跑起来 路人长 你求解人生困惑 怎么保持着 我那天 我前两天 重新看了少女小雨 我觉得真好 少女小 但我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可能不礼貌 我真是觉得是你最好的电影 我感觉 是吧 你也觉得呢 嗯 我是其中一部 嗯 是我自己会喜欢的 其中之一 比如说那个 那里面的人物都卡在 两种文化之间 差在某种边缘 那当时这种struggle 是特别吸引你的 是不是 其实当最初的时候 我是被指派来做这个事情 本来是李安的project 结果李安自己 太忙了 嗯 我觉得我最后 非常进入少女小姨的原因是 我到了纽约以后 我发觉我是蛮无助的 嗯 那个时候是李安的 她的那个producer James Seamus 那是在帮我修改 因为我有一大半是英文的 嗯 结果她写完以后 第一个我有点傻掉 因为她写的全部是那个男的 嗯 没有 没有小鱼 我说这不对耶 我说 我说这个是小鱼 她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root 她说 我根本不明白 这个女人除了每天到工厂去 然后回来等她的男人回来上床以外 她还能干什么 后来我就突然就明白 就是说 以一个外国的男人 一个外国的 她没有一个同情心 对于一个像这样子的 illegal 的一个女人 那我就问她 我说你觉得她除了 她除了去工厂跟回家等男人的话 她还可以干什么 嗯 你知道 我们俩 我记得在一个餐厅里 她大骂我 对吧 然后 我突然就觉得 我自己是商业商业 哈哈哈哈 你到我那个心情 嗯 后来我就讲 我说 我就跟李安讲 我说李安我这样好了 我说她帮我写那个男人